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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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解不明显 恶凝若从体色加深 微半透明状 从胸部开始往后 逐渐变细成锥形 从背面看就像是 一颗被拉长的的钻石 身体呈黄色 且尾管变成黑色且尖 眼睛为红色 三领若从除身体出现明显赤牙外 其余与二领若虫非常相似 四领若从赤牙变长且为黑色 眼睛变为黑色 且触角往后折叠在头背面 第一节较出于其他节 乘从体黑中至黑色 口椎端部宽圆 深达前胸腹片中部 身体两侧边有中毛 乘从两天后开始交配 经观察整理得出勇管计马的生命周期图 乘从勇管计马交配后一天内产卵 卵六天后孵化成一领若虫 一领若虫四天后褪皮长成二领若虫 二领若虫四天后褪皮长成三领若虫 三领若虫六天后褪皮长成四领若虫 四领若虫八天后褪皮长成成虫 成虫两天后交配 一个生命周期历经三十一天 我们在网络上了解到目前对它的防治措施 但是还是以采用喷洒化学药剂为主 但小岸荣素多为园林警官 种植在人员并颈的场所 不是以喷洒毒性太强的化学药剂 我们想到一种更环保的方法来防治它 根据我们之前的遭遇 猜测勇管技码对鲜艳的颜色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一点来防治它呢 于是设计了颜色选择实验 将直径为十厘米 高为八厘米的透明塑料盒壁分成六个等分面 将其中五个面分别涂上红、黄、蓝、绿、紫 这五种较鲜艳的颜色 另外一个面不上色让它相光 将三十支勇管技码放入盒底中间 任其自由爬行 三十分钟后统计勇管技码的位置 重复十次以上实验 得出勇管技码对不同颜色的选择性如表所示 红色平均每次6.3支 黄色平均每次7支 蓝色平均每次4.4支 绿色平均每次2.6支 紫色平均每次1.6支 相光平均每次5.4支 五选择平均每次2.7支 通过实验得知 勇管技码对红、黄、蓝三种颜色的选择性最强 根据实验结果设计了一台彩虹补马器 利用喇叭口类的红、黄、蓝来吸引勇管技码靠近 再由喇叭口底端的抽油烟机 将勇管技码吸入到下边连接着的水盆 彩虹补马器 彩虹补马器到底能不能捕捉到勇管技码呢? 紧张的实验开始了 启动 20分钟后 发现有技码停在喇叭口上 于是 我们决定打开水桶看看有没有捕捉到勇管技码 打开后 大家有点失望 只捕捉到两支 讨论中 柯营突然提议把班级排无用的泡泡机给放到喇叭口前 利用泡泡的颜色来加大吸引勇管技码 于是 我们的实验又开始了 20分钟后 打开水桶查看实验结果 一 二 三 开 哇 真的有 诶 这次多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成功了 经过计算 这次捉到了35支勇管技码 下一阶段 我们准备继续优化该补马器 将它应用到实际中去 就是 那一步 我能够在哪里 让你听到的 我们的观众 你 要 要 我们的观众 明瞬间 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